哈囉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的弓箭傳輸2 那上次基本上我們是用了法杖 然後直接跟蓋掛一樣 蠻多人好像也說法杖跟蓋掛一樣 然後剛的話基本上我抽這邊的天賦卡牌 又抽到了一個 淬煉卡牌 裝備係數屬性提升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第三章節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打出我們的好成績啦 Let's go好不好 只要有我們的追蹤應該都算是 頂無敵的吧 各位這又是闖關50層啦 來看一下囉各位 分裂劍跟這個穿心劍 那子彈分裂吧這個 然後我們目前來說子彈都是光線啦 應該是還好的 哇這一次他沒有那個耶 他沒有給我就是那個快速的那個什麼關節 喔這一次是有這個什麼 是有這個 欸欸這一次 我靠 牆壁有那個耶 有一個盾耶 對啊 然後你這邊是要一直往前進走的 你必須這樣子 然後 那些武器開始有一些牆壁 然後不會不會穿牆的這樣子 喔有囉 喔靠完了 兩個丟鐮刀的啊 這個好像在一代的時候就 有有這種就是很麻煩的這種角色 好 完全沒有問題各位 然後這邊 這邊 再給我更好的正向劍 持取星矢有精 喔這個不錯耶 因為你在升級 你的那個 就是你吃到那個愛心的時候 你有機率是可以讓你的這個 血量上限提高的 那這個很棒耶我跟你講 然後我們不知不久 就直接被那個 被那個豬籠草直接噴了一點這樣子 我的天 這個模式感覺好像又比較特別 你這是必須要自己往前走的耶 唉唷完了 喔靠 欸不是啊 太窄了老哥 真的會死人喔 好 往前進 有啦 有囉有囉 噴噴噴 有了 還噴 可以 然後繼續 這邊 喔 來一個來一個 喔來了各位 傳說 連射四數加一 鐵鏡是連射四數加一的啊 增加更多的攻擊手段 都是爽的各位 他這個蛇這個好像有點反對 這種感覺 他會很飄耶 有沒有看到很飄的感覺 然後這邊看一下喔 飛劍反擊全裝毒球 這個吧 受傷只召喚這個飛劍 那會召喚幾把飛劍就是 好 我們這邊都會彈喔 彈起來彈起來 有囉各位 對 往前進 對 唉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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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到 只有打到牆壁還是會反彈 好像是打到牆壁就會反彈 因為我們剛剛選的東西叫做打到牆壁就會反彈這樣子喔 來了 天使 這邊一直上限 有 加更多的血量 BOSS來了各位 這是 綠色毒蛇 唉唷 他都噴毒彈 然後 哇靠哇靠 唉 三 蛤 這太扯了吧 這隻 這隻那個蛇炮也太扯了吧 好噁心耶 完了完了完了 好恐怖 我們這邊發脹耶 但是這個飛劍超不會 有喔 這樣就還不錯喔 喔小心 來了來了來了 離他遠一點 這個很恐怖耶 各位 哇 那個蛇炮超噁心的 我跟你講 超 超級斜線炮耶 OMG 我告噁心 噴起來噴起來 OMG 我靠 這超噁心的 唉唷 走 有啦 有機率上限 我有上限大嗎 他沒有耶 這是我們的惡魔 喔 簽訂契約 給好一點好不好啊 這個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你知道嗎 這個旋轉球 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要嘛就是增加一些能力 會增加一些量 那種旋轉球那種 因為我原本以為旋轉球 是可以擋子彈的 你知道嗎 但是 他這個好像是不能擋子彈 那就 那就沒feel了 沒辦法擋子彈的旋轉球 就不叫旋轉球了 喔 飛劍強化 水上飛 移動體型有一定機率 移動速加強 然後體型減少耶 飛劍攻擊 這個吧 體型變小應該比較難中 對不對 體型變小了 他們應該 比較難打到我們的 沒錯 因為體型變小了 瞄準的這個 受力範圍也小了 舒服 OK 好這邊 先瓢蟲環境 反正這一關 我靠完了 沒死耶 這一關比較麻煩的是有這個豬龍草 他們會跟著我們然後噴這個蛋 尋到我們在哪裡 OK 直接前進各位 有那個蛇 然後還有那個南瓜噴火 南瓜噴火可能要我們這樣那個 看一下到底 他的落點在哪裡 各位 落下一點點 我靠完了 我怎麼一直在受傷啊 都沒注意到是不是 好 快完 往前進的唄 然後這邊再來是這個 你遇見了女武神喔 然後神聖加護 這個 美波擋傷害啦 這個可以 有 而且他的箭矢是不會反彈的 反彈我就完蛋 有啦 OK 有喔有喔 前進喔 已經殺掉這些 小蘿蘿兵 好恐怖 我現在 剛剛好像有算幾個做 好 先殺這個酷爾兵 然後再慢慢殺南瓜兵 我覺得他這樣蠻忍恥的啦 因為他現在怪物真的沒有很多 對就是 他給我們這個最後的忍恥 沒有問題 各位 有肉 18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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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丟這個鐮刀的 好看 然後這邊 再噴一次 沒了 彈射箭 幸運餅乾 每秒召喚一把飛劍 哇靠 這個吧 彈射多一點有沒有 喔馬上又多了這個 生命上限繼續加 因為我們加更多的生命上限 你才有更多的那個 完了在這個地方 這個好像沒什麼好彈射對不對 然後這次就是走一個斜線怪 感覺比第一次還要簡單很多 這隻 他沒啥你知道嗎 沒啥特別就是這種恐怖的這個敵人 不過我們現在打他真的打蠻慢的 自動追蹤 然後再因爲連射跟攻擊增加 確實會把別人弄到不要不要的 所以喔 但我們現在就要打超久 現在經過了這個六分之一時間了喔 可以朝這個二分之一賣跡 不過這可能就是光速的缺點吧 因為你光速的話這邊 就是只能打一點點 那如果他是什麼箭矢的話 他就一定是會 死打死的打到他這個身上 然後傷害也會比較多 感覺就是各有利屁這樣 沒有問題 感覺這隻要刷超久的 所以我這一次居然也沒有選到什麼那個 藥水的這個問題 好因為這關的話後面還有很多啦 所以我就先把這關試一下打完一下 待會再切畫面給他看一下喔 好那這邊的話總算射完啦 各位 狂聲猛聲各位 不過這才只是一個蹤跡喔 我覺得在這之前我們一定要努力的就是 讓自己再更強 喔這是狗狗局喔 哇他直接被我 是被我定爛的 他被我們這種光速打的話 好像也是會起到那種定生素的感覺 你看 他會直接就是被定到不能走的 完了 我們第一發被抵擋住 有沒有 飄飄 我咬了一下我 那我們這一次真的是比之前要更多血啊 一百多 好不好 一千多 而且我們還可以擋一下子 他真的還有走下面的耶 完了 看他真的要 幹 欸痛死了耶 你不要以為你血很多耶 你不要撞了幾下你就沒了耶各位 391了耶 嚇壞我 好恐怖喔 超恐怖耶真的 好生命之拳 生命之上限回滿生命值 哇靠 這超爽的耶 生命之上限回滿生命值 一千六百首之二 我直接賺爛了 呼呼 你直接超我臉衝耶 我們這好像是有免疫之盾 各位 有啦各位 免疫之盾 他們現在打一下好像是300多 夭壽 25 選擇 選我們這個好東西 來一個 有了放煙火了各位 放煙火了 王者精靈 這個好了 王者精靈 都叫王者精靈了 你們不弄嗎 我不知道這王者精靈會幹嘛 王者精靈好像是會傳這個閃電給我們 對他有一個閃電會去幹嘛 有喔 所以是王者精靈 前進 他好像就是會幫我們開電的射人 哇他很幸運 這邊打到閃電 喔唷 剛好沒錯 太出師了 我講完馬那個台子出師了 各位 所以我們這邊要走出去 放煙火來 然後斬掉這個射的這個射線 有了 玩玩玩 好險 因為我們旁邊那隻精靈王一直在打他 我都在打左邊那隻然後他一直在打 這是什麼 攻速 鐵定要 攻速跟攻擊一定要 這什麼鈴鐺怪 他會召喚 他會召喚 他召喚的骷髏冰還會衝死 喔唷我天 他那個炮會轉彎阿各位 好扯喔 這子彈會轉彎阿各位 完蛋囉 然後他就叫這個小隻的這個作兵 他好像也不是特別轉彎 他就是有幾個就特別會內奧一下 對有沒有 就是 原本在那個 然後 然後匯集 有沒有 用這招在搞人阿各位 那個鈴鐺 你以為你拿個鈴鐺 我就不敢 不敢 罵你喔 他好像就是 右邊那幾顆會固定就是 有那個 對 縮起來的這個射線 中間吧 那是什麼 對對對這個是 跟蹤你到死 跟蹤你到他不見 Economic 開噴開噴 這支沒啼啼血了 各位 好吧 快點 但照完這個 他會照一隻小破冰的樣子 小破冰四位 弱 哎呦不要一直追我 這樣怎麼可以一直追啦 幹嘛啦 好了啦你該去了 我的天啊 好恐怖喔 有 飛劍附魔攻擊力UP 那決定是換這個攻擊力UP的壓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來去看一下 今天能不能到達第50關喔 我們這邊直接先打到第5指關給他看囉 好了各位那我感受到我的生命危險啦 所以馬上趕快跟大家錄一下這個影片 因為這一次這個火油啊 他會變成就是三發了 而且還會彈牆壁 OMG完了 我們剛剛跟這個南瓜人互撞了各位 哇哩咧這邊有點慘喔 講一下先往上走 離他們遠一點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不太會吃到太多的這個 折射效果 趕快趕快噴他 剩一個法師 用這個藥水瓶應該也是常理吧對不對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好像還有 還有一整個大長節 對我們現在40億而已我們繼續努力啦 好那我們第三章的最後一關要來啦 哇第50關機器人 哇靠 哇一言不合就丟大死 我先離他遠一點點好了 我都會 我靠會滾 會滾的完了 完了 完了 唉唷 幹嘛滾超遠 完了 我恐怖我都會滾的滾超遠 離他遠一點 離他遠一點 會滾的會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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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滾屍阿 在那邊是滾屍欸 OMGOMG 滾屍環節 哇靠哇靠 這滾太遠 乾 白癡阿 哇靠